爸 您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急事吗 爸 公司里没什么事 我找你有事 你说 石晓涅 石迪 你跟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爸 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 这段时间 我们 石迪也会去找合适的住处 我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公开我跟小宁的关系 公开什么呀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不管你们俩是个什么关系 听爸爸的话 立马把他甩掉 爸 我跟小宁是从小到大的感情 从小到大的感情 在这之前 你连她试试你都不记得了 你很从小到大的感情呢 要说到感情啊 你跟石迪那是感情好 都订了婚了 这个事情啊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更何况那个石晓涅 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 很复杂 他跟恩义的公欧 一直就不情不楚啊 儿子 你听爸爸的话 不要理他了好不好 爸 我会尽量地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但至于我怎么跟小宁交往 你怎么处理啊 你会处理吗 我告诉你 你如果再犯糊涂 那我就把公司 交给你姐姐了 还有啊 那个石迪 虽然说他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啊 他对你是用得真感情 好好哄哄的啊 你看给老爸急的 走了 老爸 我姐跟陈柏的位置关系 有进一步的进展吗 我只能了解了一下 发现沐总跟樊胜的关系 可不简单 不仅仅是合作 而是涉及着樊胜高层的决策 而且 陈柏跟沐总私下有过见面 樊胜一出手就真的很恩义 看来跟我姐 是脱开的关系 只是恩义 明明由我姐姐投资 虽然这几年她什么都不管 但也没有道理 一出手 就支持恩义的对手 况且大家都知道 那个陈柏 可是被恩义开除的 会不会 沐总跟陈柏之间有一些 私人的感情问题 陈柏还有可能 可我姐 怎么会看得上她呢 不过姐最近也真是很难搞懂 不光是陈柏的问题 她要实地内蒙 他们明知道这里边有纠葛 我还一边倒地去支持师弟 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如果说沐总跟师弟合作的话 就单纯地为了公司 不可能 这一切都说得通 但你别忘了 出车祸的那天晚上 和失踪的那么久的 我姐那个助理 这一切都是有关系的 只是我想知道 我姐的目标到底是想念 还是那个公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去更不能让小妮留在公欧身边太穷了 就不要这样 还有事得麻烦你 这几天 帮我去约一个复查 但要找我们熟悉的医生 我姐跟实地认识得要避开 懂吗 是 明白 是小剑呢 小老板 这你就不是不知道 我已经被竹树家门了 只要是我出现在他来面前 那孙杰平巴不得吃了我 我是真的没法在随时汇报 石小剑的情况 再说 您不是在石小剑身边 安插了梅斯托工吗 那还不是想看随时就能看 你当我偷窥朋友 不是吗 我 他干什么我根本不在意 对了 那天晚上的车祸有什么进展了 这个很难查出来 那个路段本没有监控 而且没有遭上什么人员伤亡 唯一的沐千初 但他好像并没有保安 也不清楚他怎么想的 难道是真的忘了 沐千初 他绝对不简单 哪怕是意外 哪怕是他真的忘了 事关石小年的安危 如果他真的在乎石小念 绝对不可能对这件事情 不管不顾啊 那天我在医院跟他起争承 他竟然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 我倒是觉得 他绝对不只是失忆症状态 所以啊 小老板 你可千万不能让石小念 再溜落再外了 这不管是哪方面的安全 那都保障不了 其实你想想 他俩要是真的有什么 那石小念干吗还住在我家呀 早就疮宿疮飞了 我真不知道你俩不在死长什么劲 是小念 现在在干什么 你问我 谁是他男朋友啊 要不我去问沐千初 那就是没干正事了 今天晚上 让他过来给我汇报工作 去哪儿 好 我知道了 家里哪有什么汇报工作呀 不就是想想想 我给你偏秘一下吗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公司 走 小老板 我怎么觉得 咱们自从认识石小念之后 这生活都变得跟蝶中蝶一样 谁让他活得像个白痴啊 小老板 我还是要冒昧地提醒一下 既然你晚上决定去见石小念 那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 不然还不如不见了 关你什么事啊 我 不就关心一下你的感情生活呢 办法呢 想要我拿出良好的态度 首先他要得有良好的态度啊 当我这么随意的 这 喂 好 马上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